這一家烤雞 皮香酥 肉多汁 其中老闆最推的就是 甘蔗雞跟蒜頭雞 因為它是真的 往雞的肚子裡面 塞了滿滿的甘蔗跟蒜頭 另外店家獨創的鳳梨雞呢 也是老饕的心頭好喔 當這一些肚中有料的雞一開烤 總是想到讓人無法擋 難怪老闆被稱為是烤雞達人 差不多幾度 五六十跑不掉了 騎不一步 大家可以騎到三點鐘 七十點鐘 這是烤雞達人吳士玄 他汗如雨下努力烤雞 也考驗耐心毅力 十二個烤爐外加一個大桶 火力全開 每一爐三百度高溫 得要過頭看尾 才有完美的古銅金黃色的肌膚 雞肉的油脂被熱力逼出 在空氣中流竄 只要經過吳士玄的店面 就很難抗拒這誘人的迷魂香 每天免費魂香 是鄰居們最大的定力休息 我們早上真的這樣 嚇一跳出來的雞的味 烤雞的香味 吳士玄的烤雞香氣 早先從蘆洲三重一帶飄香 吸引了眾多老饕 上門嘗鮮打牙劑 筍指直說好吃 雞香肉給我們吃看看 來 先吃我們的雞香肉 一般你們去吃的雞香肉 不像這樣 滴水 真的是超好吃 我來這邊已經來了好多次了 就是吃不膩 吃不膩 對 吃不膩 就是太好吃了 我們的還會一直過來的 航家就愛這一位 因為吳士玄的夯雞是有玄雞的喔 放山土雞出身無污染的台東 跑山健將 頭好壯壯 肌肉發達 體脂率低 1.8公斤標準體重 濃鮮合度 是吳士玄 叫雞的第一選擇 我個人推薦的話 是母雞肉質會比較好吃 對 因為它的油花比較均勻 肉質比較甜 機動機退冰回溫之後 接著進行醃子步驟 有別於一般烤雞店家 常用的泡澡式醃子 吳士玄偏好推拿式的乾醃法 體積汁做按摩 你看我都往上 不一定倒一直撒一直撒一直撒 因為它毛細孔是往下 它的毛是往下 所以我們要把鹽巴跟香粉 把它推進那個毛細孔裡面 肉裡面才會有味道 用胡椒 甘草 小茴香 八角 桂皮 還有獨家配方 抹粉混製而成 讓雞汁沾染淡雅的中藥燻香 而愛吃辣的人還有特製款 墨西哥魔鬼椒當醃料 保證辣到還翻天 朝天椒大概二十幾萬度 這個是一百二十萬度 你想想看它的辣度到哪邊去 除了原味店裡的招牌 另外就是甘蔗雞 蒜頭雞 滿滿的甘蔗 蒜頭 讓吳士璇的雞肚子裡超級有料 另外酸酸甜甜的鳳梨雞 則是炎炎夏天的清爽選擇 白人的甘蔗雞中藍 你沒有看過甘蔗雞裡面 有塞甘蔗的 蔗糖燻烤的出來的成品而已 一般業者在做的都是 是湯瓶的蒜頭雞 烤的應該是還沒有 現在是知名的烤雞達人 分店已經拓展到台北市跟中南部 每天賣出的烤雞上千隻 推算一下收入可觀 但是他說年輕時賺得更多 因為他國中畢業之後 就當了大家樂組頭 我告訴你有沒有 我們家裡差不多有七個的人 那些烤雞子 整個起來這樣 都青的 但是那一百 沒在放在那邊 旁門走道賺錢如流水 但爸爸媽媽看得驚心動錯 屢屢勸他走回正道 從十多歲到三十歲 吳士玄就是搬家的代名詞 在一次投資失利 欠下千萬債務時 他狗急跳牆硬腳抄花用 東窗事發被判刑十多年 一樣的話 我講他 他也想我 這樣嗎 我就在說 叫我孤身體 就問我當時可以當時報價 我很想要去 跟你的手 講述的那一天 吳士玄想告訴爸爸 浪子回頭要重新做人 沒想到人是已非 只看到一張遺照 四十歲的大男人 徹底崩潰 腳掌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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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 要來看還有那個上面 我怕說 讓他沒免住 我煩惱他去 剛才交給他來 說我先做事 我已經 認識一個老公子 不可以認識我這個兒子 我說有事我沒有 他們剛才那裡 剛才說媽媽 不願意坐 他也是怕 我不是怕 怕在我 怕才是就這樣坐 你們少年人的生活不夠 我一家的顧面主 更生人的身分 讓他出獄後 即使悔改了 但是想找工作 仍舊四處碰壁 那時想起媽媽結婚之前 曾經賣過湯阿雞 他把爸爸 唯一留下的戒指變現 租下簡陋的鐵皮屋 開始了他的第二人生 差不多五百家 五百家 正在一起 我們那裡 很多人從來 就是 人生四十 帶著疑惑開始重生 武師知天命 還有社會責任 浪子烤雞 有淚水當佐料 陪著吳士玄走過荒唐歲月 一提到胡椒餅呢 很多人浮現腦海的 就是那酥香的餅提 跟飽滿的蔥肉餡 一口咬下肉汁噴發 口齒流桑 為在三重龍門路的 這一家老店呢 老闆做胡椒餅 已經做了三十年了 練就一生的絕毅 每天都看得到客人 在火爐旁邊守候 就為了第一時間 買到被稱為 三重第一的秒殺胡椒餅 另外像是直包 蔥和豬油的小酥餅 一次出爐也只有八十個 也是陶客的夢幻名單 我們這個鋼爐 等於是傳統的爐啦 時間控制什麼都沒有啊 純粹你要自己去抓 爐子的敵火 當然最好是麥象好金黃色的 餅又酥又脆 那個是最好啊 來 我就不要出爐 火光四射中 圓圓胖胖的胡椒餅出爐 各一個嗎 好 六十 三種各五個 好吃啦 今天算很少人耶 那我做不上而已 所以你看沒人就進來買 對啊 外面滿酥的 裡面就是很明顯啊 有一層一層的這樣子 過排隊就能買到餅 那可是天大的機運 不少熟客守在炉火邊 就是想在第一時間 拿到熱呼呼的餅 當迫不及待一口咬下的那一刻 麵皮竄出濃烈蔥香 肉汁大爆發 就是咬下去會燙舌啊 真的很香啊 就是那種肉汁爆發出來的感覺 真的很棒 烤到一身焦黃的胡椒餅 儘管塊頭不大 身材卻很扎實 餅皮酥酥脆脆 還帶有層次 客人捧在手心裡的熱餅 已經在新北市三重飄香三十年 我們的麵團是用老麵發酵的麵團 所以跟外面用泡打粉發酵的 會比較不一樣 它發酵的程度是比較自然的 延續傳統製餅方式 這裡的餅皮用老麵來發酵 麵團白白胖胖 全身彈力十足 還得鋪上一層厚厚的油酥 餅烤起來它會有一層一層的 就是因為有打這個層次的關係 為了做一顆小小的餅 老闆全家總動員 趕完餅皮就怕客人等太久 老闆娘包內餡分秒必争 我們就是一開始工作就這樣 你如果三四點就看到 麻雀一樣這樣飛來飛去 這胡椒餅內餡 在醃過的黑豬肉上 疊上大把三星蔥花 餅皮一收 沾點糖水和芝麻 澎湃食材 包成一顆飽滿肉球 因為我覺得東西就是熱 剛出爐的東西是最好吃的 它的水分湯汁是最多的 所以就盡量保持在說出爐的狀態 所以餅的話就是 我們賣的差不多了 換沒有了才會再下餅 所以客人可能有時候是需要等一下這樣 我寧願讓客人等餅 我也不要冰等客人 有這個原始 內餡豐富多汁 關鍵得捨得用料 看老闆娘這青蔥用得豪邁 其實每到颱風天 常常得寒雷賣餅 夏天有颱風比較頻繁的時候 它的價位就是一直飆啊 因為你省了某一方面 我就覺得東西它的味道就會跑掉 所以有時候夏天蔥很貴的時候 我那個是心在躺血 心在躺血不打緊 精神的緊繃 蔡真的是壓力來源 因為蔡振宇坐鎮掌管的三個大爐 掀蓋時間得分別錯開 招牌胡椒餅一次出爐 最多只有30個 只包蔥和豬油的小酥餅 80個也是極限了 前一個客人買多了 後面的只好再等下一批 擔心耽誤到人家的時間 也難怪陳佩玲說什麼 也沒辦法放鬆 但老闆呢 雖然得在烈焰中 顧著高溫爐火 每天進行火線任務 但是他依舊老神在在 因為掌舵的人不能慌 否則烤出來的餅就不好吃 酥酥的 它裡面有蔥跟豬油 結果還不錯 小酥餅第一名 我們的餅是有用老麵划小的 醒開以後 麵粉就比較爽 比較嫩 裡面又給它包肉餡 它麵粉承受不了肉餡的重量 它就會一直掉下去 上一批出爐後 下一批緊接著上場 烤爐先空燒到250度 然後稍微降溫 再快速將餅貼合 利用爐壁的溫度 將麵糰的底部烤熟 迅速吸附 確保不被地心引力拉扯 這講究的是速度和經驗 你空爐在燒的時候 那個溫度要燒到什麼程度貼下去 餅的屁股貼在水缸上 焦香的程度要剛好這樣子 那個比較爛 爐子底下的封門用來控制火候 這溫度它拿捏了30年 雖然帶著鏽套 但幾百度高溫對職人來說 依然像地心熔岩一樣難忍難耐 對身心抑制也是極大的磨鍊 蔡振玉做餅多年 練出一雙紅紅的鐵砂掌 其實他本行是開不鏽鋼器材的工廠老闆 當年因為生意慘淡 為了賺錢兼差 向姐夫拜師學藝 他是上海人 他們本來是這種餅類的 就很有興趣啊 胡椒餅的口味啦 小酥餅的口味 甜餅的作法什麼的 都是他那邊來的 兩夫妻從街邊小攤位起家 儘管日曬雨林 他們還是堅持天天生活烤餅 幾乎全年無休 我會抱怨說 今天溫度37 8度 因為路邊攤的時候 你又爐子在旁邊 那個溫度都40 50度 我就會抱怨 我說可不可以休息啊什麼的 可是他都還是滿堅持的要做 後來我想想也對 其實客人就是累積的 不只胡椒餅大受歡迎 蔡振玉還學到改良版的蟹克黃 包點蔥花和油酥 跟胡椒餅一樣 用貼爐燙烤的方式 讓餅皮不油膩 其實現在用木炭這種烤法的話 已經比較少了 像一般的 我做上海餐點的 也很多人賣蟹格黃 可是都是用烤箱來烤 銅板家的餅 就這樣慢慢累積出口味 小攤也終於搬到自己的店面 讓散居各地的死中客人 都可以品嘗回憶中的好味道 我每次來就是先買這個 然後再買另外一個小甜點 現實太好吃了 因為它是現做的 成就感怎麼講 只要說你會常常看到 個人先給你買一顆兩顆吃吃看 不錯 然後再包個五顆十顆這樣 你會覺得說 人家有肯定你的東西 真材實料的作品手藝 歷經多年考驗 累積了為生活投入的認真 菜家的胡椒餅 也一躍成為三重龍門路上的地標 傳遞著烈焰焚身的富裕新香